落日沉溺于橘色的海 晚风沦陷于赤城的爱 大家好 我是丸子 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婚礼前一天 男友吵着要在房本上加名字 还要我写赠与协议分他一半 要不然就不来接亲 让我们全家难堪 他还真以为自己是个香伯伯 我非他不可了 这房子首付我妈给的 站字最大付出最多 所以我打算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 免得以后遇上一个和你一样拎不清的奇葩 什么都想奋一杯羹 晚上和闺蜜商量完赌门细节 我躺在床上 兴奋得有点睡不着 拿起手机 发现男友那边也是正在输入中 我感慨心有灵犀 直接拨了语音过去 林川 你也激动得睡不着吗 再偷偷给我打小作文 那边的沉默让气氛有点僵直 我不自觉坐直了身 又怎么了 不怪我语气不好 实在是林川家已经出了太多幺蛾子 尤其是林川的那个妈 我正这样想着 听到电话那头林川他妈小声怂恿 你快点说呀 女人的第六感让我的心秃秃直跳 我下意识放大了音量 林川 说话 林川说话有点吞吞吐吐 就是碧海湾那个房子 我希望能加上我的名字 我松了口气 这件事我们之前就讨论过了 现在就是重提 可能就是为了让他妈吃这个定心丸 我配合地说 当然可以 林川却紧跟着说 我查过了 房子拥有的产权 是按照出资比例分配的 加上名字还不够 你要写一个自愿赠予协议给我 保证我的权益 要不然离婚 我也分不到什么东西 他说完还不忘道德绑架 我一下 都是一家人 老婆你应该不会和我计较这么多吧 我好像脑袋被人用重锤狠狠砸了一下 我不知道应该吐槽林川家的算计和贪得无厌 还是应该难过我们四年的感情 它是以离婚作为前提规划的 我深吸一口气 语气已经特别不好 林川 这话是你自己想的 还是你妈教的 老婆 咱俩谈了六年 房子我住了六年 这期间你一直在还房贷 花的都是我们情侣共同财产 我活了二十六年 第一次听说情侣还有共同财产 还没来得及反驳 林川继续算账 我因为体谅你有房贷压力 平常吃喝生活费都是我出大头 你的钱都是我帮忙省下来的 你别不承认啊 咱俩共同生活的每一样 我都有留发票记录 我昨天算了一下 花了都快十万块钱了 没有我默默付出 你早就断工了 他还真是大言不惭 都给我气笑了 我一个月工资两万 你一个月工资五千 没你那三瓜两枣 我会断工 我越说越气 咱俩才在一起的时候 是你听说我家有房 非把自己的房子退了 半夜在楼下求我收留 住了六年 你给过一分钱房租吗 我一天最多回家吃顿晚饭 你和我说海鲜不能吃 含性大 大鱼大肉不好消化 我每天晚上吃蔬菜沙拉 这十万块钱 还能都算到我头上 咱俩谈的这是AB制恋爱吧 我全 你舔着个碧脸白条 大概是我说中了 又大概是触动到了 临川脆弱的男性尊严 他急痴白脸的大吼一声 语气从未有过得凶狠 陈金金 你还想不想和我结婚了 他语气中是满满的得意 好像因为拿捏我而站起来了 我不想和你说那么多废话 要不然你就把赠与协议写了发给我 要不然明天 啊不 今天的婚宴 你就等着出丑吧 我们这边结婚在一大早 三点多就有人过来给新娘化妆 七点多新郎到家接亲 进行赌门藏婚鞋等各种游戏 随后给双方父母敬茶 赶在中午十二点之前 是必定要开席的 而现在已经凌晨两点 还有一个小时化新娘妆的就要上门了 我扶植心灵脱口而出 你家早就这样打算了 对吧 婚宴前 林川就大肆鼓舞我 说结婚一辈子就一次 需要各个阶段的人来庆祝见证 他背着我拿手机 在我压根不联系的各个群里 发结婚请柬 还挨个私聊我曾经的同学 同事 有些人已读不回 他甚至反复诱发两三遍 让我尴尬地恨不得找地缝钻进去 我尴尬说 这个婚宴虽然不用他出钱 但也不能这么扑张浪 没想到这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 那时我还好一阵地哄 出钱又出力 现在看来 他们是早就打好了主意算计我 我如果答应结婚 婚前一次拿捏 以后次次被拿捏 我如果不答应结婚 那真是赦死当场 会成为我人生中所有圈子里的笑柄 林川也没否认 反而得意洋洋 你丢得起这个人 你妈丢得起这个人吗 他一个人养大你也不容易 你家亲戚应该全都来了吧 你忍心让他和你一起赔礼道歉 接受所有人的眼刀子 被人指着点点 我们现在退婚 不管过错的是谁 难堪的都是我家 因为林川家不要脸 闺蜜敲响我的房门 说化妆师提前到了 林川听到这边动静 认为胜券在握 飞黑一笑 我等你把赠予协议发到我邮箱哦 老婆 她笃定了我家要面子 笃定了我不会让我妈难堪 更笃定了时间紧迫 我全心全意对她 并没有什么应对方法 事到如今 我好像只有先答应她 把今天糊弄过去 再找机会翻脸 我低垂着头 扪心自问 面对这么一个恶心的逼 我等会能演好戏吗 那当然是不能 滤镜哗啦一下碎了 脑子就清醒了 只有醍醐灌顶的冷静 和后知后觉的厌恶恶心 我深吸一口气 林川 今天的婚宴你不用来了 咱们分手 电话挂断的前一刻 林川还在狗叫 和我分手 我看你多牛逼 半婚礼还能现场找一个新郎代替我 我当然不能 这又不是总裁文小说 我当然不能随手一指 就有一个暗恋我多年的深情男二 来替我解决麻烦 现实里的女人遇到这种糟心事 还是得靠自己 我深吸了好几口气缓解情绪 一抬起头发现了站在门口的闺蜜谢柔 她把门开了一条缝 只钻了个脑袋进来 不知道看了我多久 金金 你怎么了 我嘴巴开开合合 有很多话想说 最终却只和她说 对不起 她陪我忙活了小半个月 昨天布置了一整天房间 到现在为止通宵没睡 她的所有努力都白费了 我真的觉得对不起她 你别哭啊 发生什么事了 谢柔慌乱地过来抱住我 而我却注意到了她关门的动作 她并没有把我的狼狈攻之于众 我好像突然找到了发泄口 无尽委屈 断断续续地说给她听 说林川曾经对我有多好 我们曾经有多么幸福 我有多努力地畅想过这个未来 我只是不甘心 我只是不理解 明明是爱了六年的人 为什么突然就烂掉了呢 手机的消息提示音在不断响起 我能看到属于林川的专属称呼 一次次从屏幕上跳过 我直接把她拉黑删除 眼不见为净 金金 你打算怎么办 我苦笑 其实我有在想 是请一个男模 还是找借口 单纯吃顿饭 毕竟请了这么多人 总不能让人家直接打到回府 饭已经决定要吃了 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婚服肯定不能穿了 谢柔去给我选另外适合的衣服 和外头的化妆师沟通其他细节 我妈撒着手机 最终还是给我妈打了电话 她果然没睡 语调理是调侃 怎么了 要嫁人了 舍不得妈妈 想和妈妈说点悄悄话 妈 我不打算结婚了 我妈那边沉默下来 大概是听出我的鼻音 她叹了口气 她没问我为什么 没指责我结婚当天胡闹 也没劝解我说 两口子过日子总要摩擦 她温柔地告诉我 你要做自己不会后悔的决定 我给我妈简单说了事情原委 她主动说会负责 和家里的长辈解释 我哭着说对不起 我知道我妈这辈子 没丢过这么大的人 妈不在乎丢不丢人 日子不是过给别人看的 没有什么比你自己的幸福 优先级更高 手机叮咚传来短信提示音 我点开查看 上头提醒我的房贷 已经全部还清 她每个月都会自动扣款 今天刚好是还款日 最后一笔 我给酒店打电话对接 婚宴改为家宴 婚礼流程可以全部取消了 酒店经理一看 就是见过大场面的 他只问我 多出的几桌菜品如何处理 我和临川闹掰 预留给南方的宴席 自然多余 一桌七八千 预定金已经交了 酒店也不会给退 那不如用来造福社会 不用取消 按照原本的数量来 安排好一切已经九点 临川果然没有上门 他发了好几个好友申请 询问我有没有准备好赠与协议 老婆 女人有点小脾气是可爱 拿巧太过没有男人会喜欢的 我没去接亲 你应该能看出来 我是认真的 不是开玩笑 现在九点 时间还来得及 我看赌门找些什么 就取消吧 你直接在楼下等我 他倒是聪明 花他钱的他全都取消 对了 我之前忘了说 你爸死了 但我爸妈还活着 改口费让你妈多准备一份 要不然不公平 我把临川从黑名单拉出来 迫不及待打过去了电话 临川那边秒接 得意洋洋 我就说他得来哄我 你不急他就能急死 他估计是开了免提 声音有点嘈杂 似乎是等着和谁炫耀 这不是刚好 临川你个普信男 恶心逼 和你说分手听不懂是不是 人家黑天睡觉 你白日做梦 别一觉睡醒 啥都信了 我哄你 你以为自己 像了钻度了金啊 什么玩意长得 丑玩得花响得美 和个癞蛤蟆一样 杀比 一般人被我这么骂一顿 怎么都不会网上凑了 但显然临川他们 并不是一般人 十一点多 马上要开席 临川和他妈 带着他家一众亲戚 浩浩荡荡地来了 他们直接就往宴会厅里头走 进来之后 才发现坐无虚席 压根没有他们一家的位置 原本属于他们家的区域 现在坐满了环卫工人 林家几十个人 站在宴会厅门口 被所有人注视打量 不满地询问 林川母子情况 林川他妈顿感 没有面子 大声嚷嚷起来 经理呢 负责人呢 怎么回事啊 我们南方家家属还没到 怎么位置就坐满了 这些人我可一个都不认识 赶紧叫他们滚出去 把位置给我们腾出来 看着他像个山叶泼妇一样叫嚣 我就庆幸 还好自己跑得快 酒席是我家出钱安排的 要请谁是我的自由吧 林川 我们已经分手了 请你赶紧带着你的亲戚们 离开我的家宴 你应该不会这么不要脸 分手了还甜不知耻 来蹭前女友一顿饭吧 他身上还穿着 结婚要穿的红色婚服 却没发现 这里的一切都和结婚无关 双人力牌已经扔掉 婚礼布置能拆的也都拆了 连大厅的BGM都不是浪漫那个调 他格格不入地站在台下 显得格外滑稽 林川双眼发红 好像受了天大委屈 陈金金 我们在一起六年 你就因为一个房子要和我闹成这样 这么让我难堪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你是这么物质的一个女人 我付出了这么多 你就真的一毛不拔 我反问他 付出多就可以获得一半产权吗 林川以为我松动 理直气壮地点头 我也笑了 这房子首付我妈给的 站字最大 付出最多 所以我打算在房本上写我妈的名字 免得以后遇上一个和你一样拎不清的奇葩 什么都想奋一杯羹 婚宴的钱全都是我家掏的 林川他们自然被请了出去 经理好心地给他们介绍小的宴会厅 还有同档次甚至更高档次的宴席 阿姨上次来的时候说 钱不要紧 重要的是面子 越贵越好 您看 这个是我们新升级的菜品 今天正好新购尽了食材 现在就可以做 她家亲戚来了这么多 大部分还都是和她妈一样大的中老年妇女 那自然不能饿着肚子回去 我看到林川他们皱紧眉头 被经理带去了其他宴会厅 我就说 这个经理是见过大场面的 累死累活回到家 我倒头就睡 半梦半醒之间 似乎有人打开了我卧室的门 压制住了我的双手 我吓得一击灵 瞪大了眼睛 屋里伸手不见五指 我看不见压在我身上的是谁 却能感觉对方的目的性 对方挤进了我的双腿之间 不顾我挣扎加紧的动作 用膝盖直接往我肉上演 我因为疼痛松懈 对方又压下头来强吻我 一身酒气 我能感觉到对方的欲望强烈 我奋力挣扎 历声尖叫 被一把捂住了嘴 别叫了 吵死了 男人的声音让我正愣 我不可置信 林川 他摁了一声 开始手脚不干净地脱我衣服 被我一脚踹了下去 我又急又气又怕 你是怎么进来的 谁让你进来的 滚出去 不然我报警了 林川呵呵冷笑 情侣间的事情 警察才不会管呢 我正常输密码进来的 你又在床上躺着 这不就是对我的邀请 今天兵荒马乱 我装都没泄就睡了 密码这是我压根没想起来 林川开始霸王硬上弓 一泡敏恩仇 再不听话的女人操一顿就好了 如果一顿不行 那就操两顿 月亮从云层中钻出 借着月光 刚好可以看到林川的表情 这么恶心的话 他居然是认真说的 他居然真的是这样想的 疯了 真是疯了 我简直头痛欲裂 恨不得和他同归于尽 你够了吧 够了吧 你到底要怎么恶心我呀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就非要把我的六年 毁的一点都不胜是吗 林川 我真后悔认识你 啪的一声响 我的脸颊火辣辣的疼 林川面目猙獰的可怕 你少给脸不要脸 老子忍你一天了 白天拿桥弄得那么难看 老子都没当场骂你 你知道今天请客吃饭 老子花了多少钱 好声好气 晚上过来哄你 你还不乐意又踢又踹的 以为自己真结烈女啊 他说着又打了我一巴掌 臭不要脸的婊子 跟了老子六年 老子完了你有上千次 早就被老子玩烂玩松了 还装你妈的矜持 我从来没有觉得 林川这么可怕过 也从来没有对男女力量的悬殊 有这样清楚的认知 我怕得发抖 摸到了床头的手机 也不敢贸然报警 林川发泄了情绪 又过来温柔地抱着我 给我擦眼泪 老婆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不想说那些难听的话的 我就是气狠了 你疼不疼 别哭了 哭得我都心疼 他抓住我的手 轻声细语地哄 见我还是惊恐地盯着他 突然直起身 在自己脸上打了两耳光 他应该是用了力气 我听能道啪的一声响 震得我心头一跳 林川的脸肉眼可见得红了 但他毫不在意 甚至跪在床下求我原谅 给我道歉 我看到他收放自如的情绪 只觉得他更加惊悚 我挤出一个笑 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也有错 我们好好谈谈吧 他把我握在手里的手机 扔到一边 脸上满是感动 是为我的识趣 林川强行把我搂在怀里 和我推心致富 我听着他的话柄 听着他的破 他话里畅想着未来 一字一句都需要我的牺牲达成 我顺从着他的话 过了许久才开口试探 我有点饿了 我们点个外卖吧 林川想做点什么 但他觉得还有一整晚的时间 并不着急 他拿起我的手机 毫不客气地点了海鲜 花了将近一千块 我点外卖的时候 习惯备注放在门口 这次外卖员也没有打电话 林川迫不及待地打开门 弯腰去拿地上的外卖 他因为男性的开门习惯 把门敞得很大 我站在他身后 用尽全身力气 一脚把他踹了出去 林川身体往前栽倒 扑出去的一瞬间 我飞快关门反锁 几乎就在我锁上门的那一刻 门外就传来了输入密码的声音 陈金金 你这个臭婊子 你算计我 等我进去 看我不弄死你 房门解锁失败 门外是林川暴躁的怒吼 和持续不断地拍门声 你再不走我就报警了 我用尽全身力气骂他 快滚 林川呵呵冷笑 你有种 我不会放过你的 你给我等着 林川一没背景 二没人脉 他能给我使绊子的 也就一些下三滥的手段 而我在这段感情里面 问心无愧 付出比他要多得多 我问心无愧 第二天一早 我接到了闺蜜的电话 谢柔在电话那头又急又气 林川那个恶心逼 我真是受不了了 他把你发网上了 说你是个捞女 我顺着他发来的链接点开 里头是一个PPT和带节奏的标题 恋爱六年 女朋友花了我十几万 我平时还送他各种奢侈品礼物包包 结果结婚当天 女友毁婚 在婚宴上把我和我全家亲戚都赶了出来 现在房门被他锁了 我无家可归 沦为笑柄 PPT里是一长串表格 记录了我们恋爱六年的生活开销 1.5元一个的包子 32.81元的外卖 26.5元的洗发水 林川和我说他都有记录 原来是真的 大大小小 每一笔精确到分 上头还有很多笔接近千块的大额消费 备注晚餐 而我压根就没有印象 表格画到最下 我看到了一串眼熟的数字 1251元的外卖 我打开手机订单 看到昨天晚上的海鲜付款订单 感情东西他拿走了 钱是从我的账户扣的 他还要算到记账里 说这是给我花的钱 真是搞笑了 捞女 毁婚 六年 十几万 奢侈品 哪个单拎出来都能引爆词条 更何况是这些的组合 我看到的时候 林川发的帖子转发 已经高达两万 下头的帖子是两极分化 原来真的有人恋爱记账啊 1.5元的包子 4块钱的蜜雪冰城 我说真的 我小学弟弟出去请客 这个都不记账的 恋爱期间只有男的花钱吗 女的的消费算进去了吗 这个价格是A之前的 还是A之后的 你们就挑便宜的说 奢侈品看不见 几百上千块钱的外卖看不见 转账红包看不见 六年耗费了多少心力 被欺骗了多少感情 哥们我说真的 这些钱你不光要回来 还要问这个女的要精神损失费 男人的青春也是青春啦 这么多钱够找多少美女 找这个女人亏了 我是女的 但是讲真我看不起这种人 不结婚谈什么恋爱呀 不知真相 不予评价 直接走起 诉告她骗婚啦 我和你说 这些钱都是能要回来的 有不少成功案例 评论区真是让我害怕 谈个恋爱还可能欠债 真是不敢谈了 谈个恋爱 你好意思花人家十几万 让人家买奢侈品 是找男朋友呢 还是认干爹呢 林川给支持他的评论 都默默点了赞 似乎是在变相认同他们的说法 原来谈恋爱 自己觉得问心无愧 并没有用 对方是个没良心的 照样会闹得很难看 林川的帖子流量很高 他在三分钟之前 还发了预告帖 我说了这些开销 我当然是有证据的 他删了我的好友 但是购买奢侈品的记录 我还是有的 还有他当初 发的朋友圈截图 半真半假的谎话说出去 果然唬人 林川这些年 给我送过奢侈品吗 当然送过 并且我也发过朋友圈 但真相是 林川送我一个 一千块左右的口红 马上就会挑一个 三千块左右的硬盘 他送我的每一个礼物 都能翻倍赚钱 所以林川特别喜欢过节 一年最多时候 能过二十来个 情侣的节日他要过 纪念日他要过 平常的团圆节日 他也要过 甚至什么愚人节 光棍节 他都会主动买礼物给我 他还有各种送礼物的说辞 一套一套的 说他自己最注重仪式感 想给我最好的 实际上就是为了捞钱 可惜我删除了他的好友 这些记录自然烟消云散 林川想必也是仗着这一点 才在网上颠倒黑白 奢侈品礼物被林川放了九宫格 有购买记录 还有我的朋友圈截图 我看到上面的截图时间 最顶上的标志颜色都不一样 恐怕是他之前截图保存下来的 换手机都没舍得删 有几张图片露出了我的脸 很快就有人在下面评论了我的名字 天哪 女主角我认识 这不是陈晶晶吗 以我名字开头的辱骂问候 迅速增长 说不定我这个素人的名字 很快就要挂在热搜词条上了 谢柔又打过来了电话 他都要急哭了 林川真的好不要脸了 他这简直就是灵存整取难 他跟你在一起六年 那可是六年啊 居然每一天都这么算计你 他以后绝对下地狱 我真是要被气死了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我不是会跟朋友吐槽的性格 所以我和谢柔的聊天记录里 也并没有什么有利的证据 别担心 我有办法解决的 我把林川发的东西截图保存 发送给律师 起诉他对我的谣言和网报 网络是一把双刃剑 当受害者变成加害者 甚至得利者 人们会把它撕得连扎都不剩 我用本名申请了一个账号 率先甩出了昨天晚上的外卖订单截图 和门口可是门铃的监控录像 你昨天晚上闯入我家 用我的手机点了一千多块钱的外卖 并且拿走了 这笔钱也要寄在你的PPT里吗 我贴心地给林川打了马 免得他说我侵犯他的肖像权 而把我的帖子下架 视频记录了林川被我踹出门之后 暴躁的砸门和威胁 语气凶狠地压根不向受害者 门口的密码他一次又一次地输入 其间还偷偷躲在楼道里 直到声控灯熄灭 也没有发出一点声音 他在我门口徘徊了一个多小时 再次输入密码没有成功 才拿着外卖离去 舆论出现了一小波反转 妈呀 这个男的真是吓死我了 不敢想象小姐姐如果开门 会有什么后果 反转来得这么快吗 让子弹再飞一会儿 六年呢 不得四一个月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这个大兄弟的情绪 毕竟这个女的花了我那么多钱 又取消了婚礼 面子里子都丢了 咋地都得打他一顿出出气 再把我自己的东西拿回来 我又放出了自己的购买记录 转账记录 里面的东西有球鞋 游戏机 男士香水 名牌西装和包包 还有组装电脑的各种零件 硬盘 机箱 显卡 主板 电源 光是这些礼物钱 加起来就已经超过了二十万 而在上个月我们决定结婚的时候 他就已经蚂蚁搬家一样 把这些东西陆陆续续都搬走了 林川从来不发朋友圈炫耀 我给他买的这些好东西 他只会拍照发在他们兄弟群里 他当初给我解释的理由是怕有心之人问他借钱 而且我就想炫耀给这些狗币 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看他们羡慕的流口水呢 都夸我找了一个这么好的女朋友 林川的朋友 我因为婚礼的事情加了几个 因为林川说 别人过来参加婚礼 我们身为东道主 是要报销来回路费的 在我接到谢柔电话之前 就有其中一个朋友给我发来消息 问我需不需要群里的截图打脸 截图比较多 一千块钱 我全都找出来给你怎么样 我当然答应 一千块钱转过去 对方很快发过来一个PPT 里面全部都是截图 上边是礼物图片 下边是林川或打字或语音的炫耀 语音都转成了文字版 里面有很多是对我侮辱贬低的话 我问对方能不能录屏 对方回了我三个字 得加钱 录制的视频也发了好几个 视频里有林川的微信主页 可以清楚看到他的头像和微信号 还有他的语音播放后 声音清晰传来 田狗给我买新东西了 这个绝不绝 不如买那个 这有什么 两个都买了不就行了 我和你说 哄着女人给你花钱很简单 你要找那种独立的 会回礼的 一开始就送那些不太贵的 不回礼你就他说 反正吃的喝的也是你多 不吃亏 他如果回礼 你查一下价格 只要比你贵 别管贵多少 都可以继续下去 百分百回本 还有其他好东西呢 我之后分享给你们 我把截图修改打码发出去 确保只留下了林川的头像和他说的话 最上头的时间 可能出现的标志 群名全部都被我截掉了 我还放出了结婚当天 林川给我发的好友申请里面备注的截图 这可都是他上赶着送上门的证据 什么房本家名字 有瓜 这个男的真是恶人先告状 恶心死了 他自己不来参加婚礼 还说是小姐姐取消的 我也看到了 真的很偶 他把要花钱的项目全部都取消了 还让小姐姐额外准备一万块钱 生怕少了他的 咱就是说 但凡是个有情商的 也不会说出你爸死了 我爸妈还活着这种话吧 我看到这句也很无语 感觉是蠢蠢往人家伤口上撒盐 林川一开始就放了所有证据 现在我一条条垂过去 他反而被动起来 刘亮也为我做了嫁衣 我公开喊话 婚礼当天 你让我把我家的房子 写赠与协议送给你一半 要不然就不来结婚 让我们全家出丑 你白住在我的房子六年 我一分钱房租都没问你要过 就是因为你说 自己会承担生活费 你这份PPT里面的 所谓共同开销 有多少是你自己花的 有多少是我花的 你心里有数 对于你的谣言诽谤和虚构债务 我已经对你提起诉讼 花了你的我都折现给你 你拿了我的花了我的 也要一分不少的给我吐出来 我不接受二手东西退回来 请全部按照原价折线 下边的图片是律师刚刚写好提交的起诉状 我并不相信什么让子弹飞一会儿 等什么舆论什么后果 这期间影响受苦的是我自己 能打脸 当然就要立刻付出行动 好消息 小姐姐脱离苦海 坏消息 奇葩难流入市场了 手机因为骚扰电话太多 我设置成了飞行模式 林川这次也长了记性 不敢在好友申请里面随便留言 生怕我在截图 他一条一条给我发好友申请 都被我无视了 我们两个走到这个地步 已经没什么好说 我现在就等着他进监狱了 房门砰砰砰的被敲响 声音格外急促 我以为是林川苟急跳墙 又来找我麻烦 没想到门外是谢柔的声音 金金 林川找我了 他的声音带着焦急和哭腔 我甚至都以为林川正站在他身后 掐着他的脖子 我提着一把刀去开门 手里的拨号已经摁到了110 门打开 谢柔举着手机正在发抖 金金 林川真的是个畜生 他后面没有跟着人 我松了一口气 让他慢慢说 他刚刚给我发了这些东西 说他还有其他的图片视频 我心里顿感不妙 接过手机一看 呼吸都停了一瞬 因为这都是我的照片 有的是洗澡的偷拍 有的是我睡着后被撩起的衣服 我第一次意识到枕边人其实是一个很可怕的词汇 图片你都看到了吧 告诉陈金金通过我的好友申请 要不然我就把这些都发到网上去 我还有我们做时候的视频 你都不知道他叫的有多骚 谢柔也是因为婚礼的事情加了林川 我没想到林川会骚扰到他那里 谢柔已经哭成了泪人 他似乎是想安慰我 又不知道如何开口 我以为经过昨天晚上的事 我对林川的失望已经到了最高限度 现在看来他是没有下限的 我把林川从黑名单拖了出来 他给我打电话冷笑 陈金金 我说了 你会后悔的 他对我发号施令 你现在把什么起诉状撤销 上网承认是你错了 再把钱赔给我 照片和视频我就全部删掉 你现在起诉我 我也就是把钱赔给你 但这个照片发出去 嘖嘖 所有人都会知道你是怎么被我操的 女人的桃色新闻会比真相传播的更久 更广 我深吸一口气 觉得嗓子干涩的难受 林川这样犯法的 无所谓 你要搞老子 你也跟着丢人 跟着裸奔 你要把老子弄进去 你有本事就永远不要让老子出来 出来继续搞你 看你怎么跟我好 反正我是烂命一条 烂人一个 我又不怕你 你有车 有房 又有钱 是吧 我给你半个小时 赶紧把这些处理完 要不我就把这个视频发在网上了 他那边似乎是点开了一个视频 里面有女人的叫声 我闭了闭眼睛 狠狠挂了电话 谢柔拉着我的手 金金 要不然就按照他说的做吧 我们堵不起 这可是一辈子的神经病啊 他就算威胁你 就算拍了这些视频 那也不可能坐一辈子的牢 他总要出来的 你还有阿姨 还有我 用你的清白去换一个人渣报复 一点都不划算 许多道理其实都懂 但到了自己身上 到了亲近的人身上 总会有顾虑 总会惆怅 总会软弱 总会妥协 在我动摇就要答应的前一刻 我又收到了信息 我还有其他净报的东西 但是收费比较贵 要五千块钱 对方发过来的 是一个打了马的截图 这张图片我太眼熟了 我刚在谢柔的手机上 看到五马版本的 群里发了很多 都是五马的 我抖着手赚了钱过去 对方没有理由骗我 临川发的图片 今天并不是第一次 之前也有过 开始是我穿着衣服的 来来来 给各位看看好东西 净报吧 不错吧 还有不穿衣服的 等他睡着或者洗澡的时候 我偷偷拍给你们看 然后是各种偷拍 全部都是光溜溜的 甚至还有几个带声音的语音 我这还有视频 想看详情的兄弟 转账给我呀 二十一看好吧 时间跨度断断续续 我看得眼泪一滴一滴砸下来 凌川他们把我称为一手车 因为我和凌川在一起的时候 还是处女 我也终于知道了 刚刚的聊天记录里 凌川说要分享好东西 为什么大多数人发的都是 写眼笑的表情包 我以为凌川说的好东西分享 是指之后勒索我更贵的礼物 没想到居然是这些 他居然趁我睡觉 偷拍我的照片 还在我不知道的时候 录了视频 那可是几百人的群啊 他不知道发了多少个 我的隐私 在他眼里 可以给他免费看 我只有他见过的样子 二十就可以让别人也欣赏 而他现在居然用这些 他已经给别人看遍了 发遍了的东西 想来勒索我几十万 我恨透了他 恨不得把他的肉 生生咬下来 我给他朋友留言 愿意格外给他两万块 只要他帮我报警 提供他的手机作为证据 我拿你的钱超过三千 你不会告我敲诈勒索吧 我做了保证 转账的时候 还备注了自愿赠予 哎 我也是个正义的人 虽然贪财 但我应该是唯一一个 来找你的吧 我相信你 妹子你可不要搞我呀 对方来的时候 我当他的面 删除了我们两个的聊天记录 以及手机里面 保存好的截图 我报了警 提供了林川刚刚打电话 威胁我的语音 同行的有一个女警官 对我的遭遇很同情 和我保证一定会让坏人 接受应有的惩罚 我当然相信 警方去抓捕林川的时候 他还在尽可能地发展下线 他的手机里 不只有和我的视频 他在恋爱期间 就开始屡次出轨 手机里隐藏了许多交友软件 到处约炮 经过调查发现 林川还约过一个未成年 并且拍摄了视频 和对方保持了不正当关系 我恶心透了 连夜去医院做了各种检查 还好没有脏病 林川传播淫秽色情视频 敲诈勒索 传播谣言等罪名成立 判了十二年有期徒刑 并处罚金 未成年人那个案子 因为对方父母拒绝报案 未成年发生关系的时候 已年满十六周岁 有自主行为能力 所以林川只赔了一些钱 就私下和解了 判决下来那天 林川妈活生生晕了过去 她醒来之后 就在我家门口撒泼打滚 又哭又叫 说我害了她的宝贝儿子 我不得好死 我也很关心她 阿姨 林川虽然进去了 但是她的债还是要还的 你们家的房产 应该早就转给林川了吧 他们家怕我算计 在我们结婚之前 就已经把房产 全部转到林川名下 毕竟结了婚之后 以后这个东西继承算不算夫妻共同财产 会不会被我分走一半 那可不好说 我提供的证据 减去林川所谓的花销 他们家还要赔偿 给我二十多万 我还要感谢他们家动了这样的歪主意 让林川名下 虽然没有一分钱 但有一套房 可以拍卖执行 要房子 她妈只能掏空家底 去借这二十万 不要房子 他们就只能流落街头 她妈最终还是拼凑了二十万给我 后来 她家房子还是没有保住 听说她妈什么都不懂 被村里的亲戚 骗去借了高利贷 不过几年就债台高垒 还不等林川出来 心心念念想保的房子 就已经被人家收走 就算是这样 钱也没有还清 听说她妈一把年纪 还在到处求爷爷告奶奶的想办法 但因为他们全家的人品名声 已经臭了 儿子在监狱 她自己又没工作 没有还款能力 自然没有人借给她 听说她妈几乎被逼疯 没事干就去监狱探监 把林川骂得狗血淋头 说所有一切都是她的错 我去接闺蜜儿子放学那天 再次看到了关于林川消息 她出狱后第一件事 就是用刀连筒自己母亲数十刀 把她的唇、舌头 全部都割了下来 喉咙也切得破破烂烂 隔壁的邻居听到声音报警 警察来的时候 他正浑身是血的 蹲守在我家门口 林川被判了死刑 立即执行 我们的事情被人扒出来 就是重提 很多人在我账号下面流眼安慰 姐姐现在独美 真的太酷了 丸子还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 林姨 今日午后你便去市集走上一遭 购置些新鲜食材 今年 你小叔一家 要来咱们家过年呢 林姨手中的锅铲 突然停滞在半空 她转过身 眼中闪过一丝惊讶 婆婆 您的意思是 小叔子一家 今年又要来咱们家过年 她的声音里 带着几分难以置信 婆婆的眼神里 透露出一丝不悦 眉头紧皱 林姨 你这是什么态度 难道我儿子回自己家过年 还有错吗 何辉坐在沙发上 眼神躲闪 不敢直视林姨的目光 轻声地对婆婆说 妈 您别跟她一般见识 她不懂咱们家的规矩 别让她气坏了您 弟弟知道了 会担心的 林姨的嘴角 勾起一抹苦笑 她知道自己 在这个家里的位置 但她仍然保持着一份尊严 平静地回答 婆婆 我没有别的意思 只是没想到他们会来 我会准备的 心里却在想 这个年 恐怕又不得安宁了 林姨与何辉的爱情长袍 已经迈入了第三个年头 两人的关系稳定 自然而然地走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然而 就在一切看似顺风顺水之际 婚房的问题 却成了横跟在两家人面前的难题 林姨坚定地表示 彩礼和车都不是问题 但房子是基础 至少得有个首付 而且 我父母会赔嫁 那笔钱可以用来装修我们的新家 她理解何辉家的难处 但房子对她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保障 何辉心中忐忑 只得向母亲寻求帮助 餐桌上 她吞吞吐吐地说出了林姨家的要求 何母停下了手中的筷子 面露南色 丽儿 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 你们兄弟俩都要成家 我哪里筹得出那么多钱来 何辉心中一紧 她知道自己家的积蓄 仅够支付一套房子的首付 小涛 你和女友的关系才刚开始 何必急于一时 何辉试图寻找转机 一直沉默的何涛此时开口了 妈 哥 你们不用操心我 我和女友已经商量好了 她家条件不错 不需要我们家出房子 我可以去她家做上门女婿 何辉文言 情绪激动 立刻反驳 不行 弟弟 你怎么能去做上门女婿 何涛平静地回答 哥 这是目前唯一的解决方案 如果我入赘 家里就能有钱给你买房 你和林姨也能顺利结婚 何母在听到小儿子何涛的提议后 心中五味杂陈 她深知这样的决定 对何涛来说是多么的不公 但在现实的逼迫下 这似乎成了无法避免的选择 她轻轻地叹了口气 眼中满是对小儿子的愧疚和无奈 这份愧疚 她只能在未来的日子里慢慢补偿 最终何母还是点头同意了何涛的计划 将家中的积蓄全部用于为何辉购置新房 随着新房的落成 何辉和林姨的婚礼也得以顺利举行 开启了他们的婚姻生活 时光荏苒 转眼何辉和林姨已经共同生活了三年 过年前夕 何辉突然对林姨提起 今年我弟弟和弟媳打算来我们家过年 你准备一下 多买点菜 林姨虽然感到意外 但她并没有表现出不悦 只是好奇地问 他们为什么突然想要来我们家过年呢 她的语气中没有排斥 只有纯粹的惊讶 婆婆却不悦地插话 他们来过年有何不可 如果不是因为你 我小儿子又怎会去做上门女婿 林姨感受到了婆婆话语中的不满 便没有继续争辩 默默穿上外套 出门准备年货 林姨心知肚明 无论她如何努力 婆婆和何辉对她总是心存芥蒂 对她的努力视而不见 甚至时常挑剔 但今天她决定放下心中的郁闷 她想 也许这是一个改善关系的好机会 带着这样的想法 林姨在商场里精心挑选了许多美食 带着满满的期待回到了家中 大年三十的钟声敲响 何涛夫妇如约而至 虽然他们两手空空而来 但林姨的心中充满了喜悦 她热情地迎接他们 希望这个春节 能够成为家庭关系新的起点 何涛一进门 便随意地向林姨点了点头 算是打过招呼 随即自顾自地坐到沙发上 悠闲地磕起了瓜子 她的配偶更是过分 不仅没有进厨房 帮助林姨准备年夜饭 反而在角落里和婆婆怯怯私语 不时投来一瞥不满的目光 林姨独自在厨房里忙碌 汗水顺着她的脸颊滑落 后背已经湿透 她透过厨房的窗户望向客厅 看到其他人欢声笑语 自己却在这里独自辛劳 心中的不满 不禁油然而生 然而 她转念想到 为了家庭的和谐 为了与婆婆建立更好的关系 这些劳累和炎热 又算得了什么呢 她咬咬牙 继续手中的活迹 林姨将一道道精心准备的菜肴 端上了餐桌 何涛立刻被眼前的美食吸引 忍不住赞叹 哥 你这日子过得真是不错 连龙虾海参都能随意享用 何辉本是个注重面子的人 听到弟弟的夸赞 不禁有些飘飘然 大方帝说 这不算什么 你要是喜欢 明天我让林姨再买些来 林姨则表现得更为谦逊 她微笑着说 哪里哪里 我们平时也舍不得吃这些 只是过年了 才特意准备了些新鲜的东西 何辉却突然脸色一沉 不满地说 吃饭都堵不住你的嘴 这些海鲜能花多少钱 我看你就是小气 不想让我弟弟吃个够 何涛健壮 连忙打圆场 挨压歌 嫂子肯定不是那个意思 你别误会了 林姨被何辉这么一吼 感到十分尴尬 一天的辛苦 似乎都化为乌有 连饭都吃不下几口 林姨原本以为 大年三十一过 何涛一家就会离开 但出乎意料的是 他们似乎并没有离开的打算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林姨依旧无怨无悔地 招待着何涛夫妇 何辉为了保持自己的面子 每天都带着弟弟一家外出游玩 甚至还慷慨地为他们购买了许多奢侈品 看着这一切 林姨心中不免 有些不快 她和何辉的女儿即将两岁 何辉却连一件玩具都未曾为她购买 这让林姨的心情更加沉重 你弟弟他们打算什么时候回去 他们已经在这里待了好多天了 每天的开销都不小 我们这个月的房贷还没着落呢 何辉却不以为意 反驳道 你这是什么话 我弟弟他们难得来一次 多住几天又有何房 林姨深吸了一口气 试图让何辉理解现实的状况 我知道你对弟弟有些愧疚 但很明显 他们的生活水平远远超过我们 我们不必为了表面的风光 而让自己陷入困境 何辉却坚持己见 你不懂 作为大哥 我有责任照顾好弟弟 林姨知道再多的争辩也无济于事 只能默默忍受何涛一家 继续在家中的蹭吃蹭喝 一周后 何涛一家终于离开了 林姨终于可以稍作休息 她躺在沙发上 拿出账本 开始计算这个月的开销 不算不知道 一算下一跳 仅仅半个月的过年期间 竟然已经花费了一万元 而且大部分都用在了何涛一家身上 面对这样的经济压力 林姨不得不硬着头皮 向自己的娘家求助 这件事也让她彻底明白 何辉和婆婆从未真正 将她视为家人 无论她如何付出 也换不来他们的真心相待 从那以后 林姨开始变得更加审慎 不再将自己的工资 全部用于日常开支 对待何辉和婆婆的态度 也不再像以往那样 唯命是从 时间如白居过细 转眼又是一年春节将至 林姨无意中听到 婆婆正在电话中 邀请何涛一家再来过年 并嘱咐她多准备些海鲜 因为何涛喜欢吃 这一次 林姨没有像去年那样积极地响应 而是选择了沉默 在何辉和婆婆外出拜年的时候 她悄悄地整理好了自己的行李 心中暗自做好了打算 喜欢伺候自己儿子 那你自己伺候吧 我嫁到这里 可不是来当丫鬟的 收拾好行李 林姨带着复杂的心情 回到了娘家 父母看着女儿憔悴的面容 心疼不已 他们知道林姨在何辉家受了不少委屈 却也没想到情况会如此严重 在父母的安慰和支持下 林姨开始认真思考自己的未来 她意识到 她的婚姻并没有给她带来 预期的幸福和安宁 尽管她曾努力想要融入何辉的家庭 想要成为一个称职的妻子和儿媳 但现实却是残酷的 林姨与父母深入交谈后 决定结束这段让她痛苦的婚姻 她知道这不会是一条容易的道路 但她宁愿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 也不愿意继续忍受现在的不幸 何辉对林姨的决定感到不解 反而还怪罪林姨的无理取闹 她试图挽回这段婚姻 但林姨已经下定决心 但在经过一番争执和协商后 两人最终还是达成了离婚协议 林姨的故事 就像我们身边那些家长里短的缩影 让人感同身受 家庭和睦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 而是需要家里人一点一滴用心去经营的 婆媳之间不就是要像邻居大妈那样 互相串个门 聊聊天 有啥好吃的想着给对方留一口吗 夫妻之间不就是像老夫老妻那样 一起经历风风雨雨 有钱没钱都不离不弃 一起慢慢变老吗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多一点耐心 多一点理解 少一点计较 家庭就能多一份温暖 林姨在娘家的日子里 她的父母给予了她极大的支持和安慰 他们鼓励她去追求自己真正的幸福 而不是在一个没有爱和尊重的家庭中浪费生命 林姨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 她意识到 尽管离婚可能会带来一些社会压力和不确定性 但这可能是她摆脱痛苦 重获自由的唯一途径 在深思熟虑之后 林姨决定寻求专业的法律帮助 她联系了一位擅长家庭法的律师 开始了离婚诉讼的准备工作 律师耐心地听取了林姨的陈述 对她的遭遇表示同情 并承诺将近最大努力帮助她争取到应有的权益 与此同时 林姨也开始积极地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她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投身于她热爱的事业中 工作不仅为她提供了经济上的独立 也让她找回了自信和生活的热情 她开始参加各种社交活动 结交新朋友 拓展自己的社交圈 在律师的帮助下 林姨与何辉的离婚诉讼进展顺利 尽管何辉一家试图通过各种手段阻挠离婚进程 但林姨坚定的意志和充分的准备 让他们的企图落空 最终法院判决两人离婚 并且林姨获得了合理的财产分割和赡养费 离婚后 林姨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自由 她没有选择立即开始新的感情 而是决定先专注于自己的个人成长和职业发展 她报名参加了各种培训课程 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同时也培养了一些新的兴趣爱好 如瑜伽、绘画和旅行 随着时间的推移 林姨的生活逐渐步入了正轨 她在工作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得到了上司和同事的认可 她的社交圈也越来越广 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她开始参与一些公益活动 用自己的经历和专业知识 帮助那些同样遭受家庭问题困扰的女性 林姨的故事在她的朋友圈中传开 她的勇气和坚韧激励了许多正在经历类似困境的人 她成为了一个榜样 证明了女性完全可以独立自主 不需要依赖任何人 也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几年后 林姨遇到了一个真正懂她 爱她的人 他们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 两人一起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 但始终携手同行 林姨终于找到了她梦寐以求的幸福 她知道这一切都源于她当初勇敢地走出了那段痛苦的婚姻 林姨的经历告诉我们 家庭和睦需要每一个成员的共同努力 而真正的幸福和尊重是建立在相互理解和支持的基础上的 当家庭不再是一个温暖的避风港 而是变成了一个充满痛苦和压抑的地方时 勇敢地走出困境 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尊严 才是最明智的选择 翘下一个巨蛋的 included 噢 与这里的讨论 按摩 我们下一个温暖的子